以前叫做教育可以不一样 或者教育应该不一样 现在要写的是教育必须不一样 喜欢写书给予世界他的看法 有观光教父美誉的严长寿 人生下半场卸下饭店总裁身份 分享所投身的教育与公益 其实跟经商常常说财聚人善 财善人聚 就是用更宽阔的胸襟进去 我觉得我们基金会最主要的是 你要把名要散给别人 而不是你自己 愿意提供资源培育 并且推进他们发光发热 而不鞠躬 这就是严长寿 写书无数 尤其想为年轻人种下希望种子 我记得在那本书当中 你一直强调 一定要做自己的天使 看见自己的价值 那是为年轻人来写的书 想好好照顾年轻人 因为严长寿看见他们在疫情 和大环境改变之下 生活困苦的难题 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写一本书 我中间有最重要的一句话 叫做青年人 你除了做自己的天使 你要有治疗的能力 自我疗愈的能力 不但写书鼓励年轻人 自幼就有爱看传记文学的他 透过阅读培养思辨能力 也成为人生的重要养分 藉由读书获得疗愈力量 也让外界一窥好久不见的严长寿 从经商徒生教育工艺 在他的书中看见 严长寿的历练点滴 环宇新闻 宋俊毅黄韵竹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按赞